朋友们好,欢迎收听阿清分享的故事,这期继续来讲《黑车司机》第168篇,三人一愣,起身下去了,莫小鱼一看,差点乐了,这个家伙真是计吃不计打,是雷鸣山的手下,红毛。 莫小鱼在这里使他来过,现在又来,这肯定是看着又开业了,来收保护费的。 哎哟,莫先生,这是您的店啊,不是,不是换人了吗?红毛很尴尬地问道,红毛,雷鸣山还没死呢,你这是想陪着他去死啊,我可以找人帮你问问,看看能不能让他等等你,如何? 莫小鱼问道,误会,误会,莫先生,这全都是误会,我这,情报有误,实在是对不起,打扰了。 红毛说着,就要往外走,等一下,这位呢,是我师兄,我们合伙开了这家画廊,你算是来着了,今天开业,你怎么,就这么来了,还这么走了,这是看不起我咋的? 莫小鱼问道,红毛一愣,不知道莫小鱼说的是啥意思,莫小鱼看他这个笨啊,点拨道,今天来这里的,都是来贺喜的,你是来干啥的? 哦,呃,我,我也是来贺喜的,我当然也是来祝贺莫先生开业大吉的。 红毛拱手作一,说道,是吗?你的礼金呢,就光带着嘴来的。 莫小鱼站在楼梯上没动,但是红毛也不敢就这么走了,他们小兄弟私下里早就议论过了,这个家伙连老大都不怕,而且还敢招惹老大的老婆,那可不是一般人,所以,还是躲着点好。 但是没想到的是,自己这次还是给撞上了,无奈,红毛把自己的兜里都掏干净了,一共才一千多块钱,都被莫小鱼给掠夺了。 但是到了最后,莫小鱼还是发了发慈悲,给了他一块钱,给你一块,坐公交车。 莫小鱼扔给了他一个钢蹦,警告他再到这里来,就打断腿,但是红毛早就记住了,以后再也不来这个地方了。 看着红毛仓皇离开,丁安怡问道,不会再来了吧,这钱,他们是不是还会? 他要是再敢来,你给我打电话,我把他送进去关几年,还反了他了。 莫小鱼说道,丁安怡死活要请莫小鱼和龙又轩吃饭,但是被莫小鱼拒绝了,说道,师兄,我和师姐还有些事,吃饭的是不急,你刚刚开业,先整理一下,有时间咱再举。 莫小鱼开车,带着龙又轩离开了春夕路,看着丁安怡站在门口挥手,龙又轩说道,师父应该第一个收你为徒弟,咱们这些师兄弟的关系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。 丁安怡实在是不具备大师兄的自治。 你别说人家,你要是耐做个样子也可以啊,你看看你和杜曼学,老死不相往来的样,我看着都难受,你们俩要是能很融洽,我也很高兴。 莫小鱼说道,我不喜欢和她来往,她太具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性了,可能是因为她父亲做过高官,所以,那种优越性是骨子里的,我只要是和她接近,我就能感觉到。 龙又轩说道,是吗?我怎么没有感觉到,我感觉她挺好的。 莫小鱼说道,那当然了,在高傲的女人,在喜欢的男人床上,也会放下最起码的尊严,她们会用最卑微的方式取悦男人,这和动物之间那点事是一样的。 龙又轩说道,哪有啊,你这是从哪里得到的这些理论,太奇特了。 莫小鱼笑笑问道,动物世界。 莫小鱼听到这几个字,差点笑晕了,说道,爱,可怜啊,我们堂堂的美女老师,居然要从电视台播放的动物世界来了解男女之间的感情,你这是要笑死我吗? 虽然听起来很荒诞,但这是事实,你信吗? 龙又轩问道, 我信,问题是,你会吗? 莫小鱼问道,什么?你会用最卑微的方式取悦你喜欢的男人吗? 莫小鱼问道,那要看什么才是最卑微的方式了? 龙又轩说道,莫小鱼笑笑,刚想为她解释一下时,手机响了,是杨燕妮打来的。 莫小鱼也没在意龙又轩在车里,就接听了,喂,什么事,杨局长。 莫小鱼和杨燕妮已经约定好了,当莫小鱼在电话里称呼她为杨局长时,那就是说话不方便,这个时候杨燕妮要称呼莫小鱼的名字或者是莫先生。 莫先生,你反应的是很重要,市局的陈局长让你去市局一趟,我们是在市局见面,还是你来分局,我们一起去。 杨燕妮问道,莫小鱼看了看龙又轩,说道,我们直接去市局会面吧,我这边离得很近了。 那好,我们市局见。杨燕妮说完挂了电话。 去市局,你又惹事了。 龙又轩看着莫小鱼,问道,不是惹事了,是别人在惹我,你看看后面那辆车,跟了我一上午了。 莫小鱼说道,龙又轩从后视镜里看过去,问道,你到底惹的是什么人? 日本人。莫小鱼说道,日本人,你怎么惹到这些人了? 龙又轩一惊,问道,他们说,我偷了他们的国宝丧乱贴,这不,一直从法国追到这里来了。 莫小鱼说道,那你是真的偷了,还是诬赖你? 龙又轩皱眉问道,莫小鱼笑笑说道,这次他们真的是没有诬赖我,真的偷了。 什么?你真的干这事了?在哪偷的?偷的啥东西? 龙又轩问道,桑乱贴,你看新闻了吗? 不但是桑乱贴,还有历代帝王图,我估计,日本人赖我,美国人也会找上门来,但是我一概不承认,他们也没证据,所以,能赖就赖吧。 莫小鱼说道,那,市局找你是咋回事? 龙又轩问道,日本人通过官方渠道控告我,还提供了证据,但是警方说证据不足,所以给驳回了。 但是日本驻唐州领事约见我,还对我进行了威胁,我得把这事告诉警察,绝不能让他以为我们好欺负,实在不行,一样会把他赶出去。 莫小鱼说道,你可真能做死啊,你说你没事偷那玩意干嘛,那东西都快两千年了,日本人能不和你急吗? 龙又轩说道,那可是王羲之的真迹,是我们老祖宗的东西,小日本当年给掠夺走了,怎么着不得弄回来,正规渠道是不可能了,只能是用这些下三滥的手段了。 虽然比起日本人抢走好不到哪里去,但是能拿回来就好,我才不管是不是下三滥的手段呢。 莫小鱼说道,我看你是想钱想疯了,你打算卖多少钱?卖给谁?龙又轩问道,我也想了,这两幅字画卖个十亿八亿的不成问题,但是问题是,那些有钱人买了去,不知道哪天一转脸又给卖了,而且,日本人如果不能从我这里取回去。 他们通过购买的方式还是会买走的,那些有钱人可没有这气节,一个个看似人母狗样,其实钱就是他爹,没有道义可言,资本的眼里只有利益,没有国家。 莫小鱼说道,那你啥意思?龙又轩眼睛一亮,问道,我个人也没本事能保住这两样东西,所以我打算捐给国家博物馆,国家应该有能力保住这两样东西,等到过几十年我死了,他们就可以展出了。 莫小鱼说道,嗯,这还差不多,我支持你,带我一起去,我去找我哥,让他给市局打个招呼,他们不敢为难你。 龙又轩说道,他们现在也没有为难我,不用了吧。 莫小鱼说道,必须要,你是不知道他们那些人,在外事部门,还是有不少软骨头的,看看那些人的嘴脸就知道了,反而优则观。 我们国家的很多外交官,都是学院里培养出来的,大部分都做过翻译,这些人了解西方,但是在国家的利益面前,太软,一味地迎合西方人的游戏规则,从来不想着,让西方人按照我们的规则来游戏,软骨正很厉害。 龙又轩说道,莫小鱼很惊讶地看向龙又轩,说道,你一个搞艺术的,还在关注这些事。 没有国家,哪来的艺术,伊拉克也是文明古国,国家乱的博物馆都被抢了,有个毛用? 龙又轩说道,莫小鱼点点头,不得不说,龙又轩真是一个奇女子,没有她不感兴趣的。 其实一个国家的外交官是培养出来的吗?非得需要外语很好吗? 希拉里克林顿,克里,都不是翻译出身,妨碍他们成为外交官了吗? 懂得几门外语,会吃西餐就能当外交官了,扯淡吗? 龙又轩很罕见地报了粗口,莫小鱼开车去了市政府,市局也在市政大楼上,后面的车一直在跟着。 莫小鱼的车快要到市政府大门时,莫小鱼忍无可忍,停下车,从后备箱里取出来一个长长的扳手,朝着后面跟着的车走去。 后面跟着的车想要后退,可是后面还有车,莫小鱼过来得又挺快,莫小鱼到了跟前,敲了敲车窗玻璃。 示意他落下车窗玻璃。 但是莫小鱼敲了好几次都没回音,里面的人也很紧张莫小鱼,没想到莫小鱼会发现他们,更没想到莫小鱼赶过来找他们的茶。 莫小鱼抡起扳手砸在了车窗上,不过车窗玻璃从外面真的不好砸,砸了好几下,才把玻璃砸碎了。 龙又轩从倒车镜里看着莫小鱼在那里坐,非但没有生气,还明白了莫小鱼的意思,他想把事闹大。 这是闹得越大,他就越安全。 砸碎了玻璃,莫小鱼看向车内,四个人,前面两个,后面两个,还有给领事当翻译的那个人。 妈的,也不知道他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。 跟着我干啥?请我吃饭哪?前面就是我们这里的警察局了,一起进去喝杯茶呗,反正是警察叫我来的,走吧,一起进去说说这事。 但是,莫小鱼对着车里的人说道,四个人一言不发,甚至都不敢看莫小鱼。 喂,说你呢,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? 莫小鱼问那个翻译道, 我,中国人。 那人窃窃地说道,中国人啊,哦,你还知道自己是中国人,这些鬼子不懂中国法律,你不懂啊,哎呀我的天啊,这么跟踪人是犯法的,你知道吗? 这些人是要被抓的,你这猪脑子,还当翻译呢?不过也挺好,我看有你当翻译,这些人迟早都得进去,再见,你隐藏在敌人内部辛苦了。 莫小鱼挖苦道,汽车堵了一大溜,后面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,只是看到莫小鱼拿着扳手砸车了,都以为遇到路怒症了呢。 莫小鱼把扳手扔车里,然后开车进了市政大楼的地下车库,我怎么觉得你要出名呢? 龙又轩说道,是吗,你刚刚怎么不下去,一起出名? 我没有那么神经病。 龙又轩说道,在后面被堵住的还有杨燕妮,当然了,杨燕妮也看到了莫小鱼砸车,也没敢下去,怕和她一起上镜头。 不过莫小鱼和龙又轩还没来得及上楼,杨燕妮的车也开了进来,还朝着莫小鱼闪了一下灯光,莫小鱼站在原地等她。 你等她吧,我先上去了,你待会去我哥办公室找我,听到没。 龙又轩说道,好,中午一起吃饭。 莫小鱼等着杨燕妮过来,还没等莫小鱼说话呢,杨燕妮气呼呼地问道,你发什么神经啊? 那车怎么着你了,砸人家车干嘛,还在市政府这个地方,你想出名还是咋的? 车上都是日本人,还有一个汉奸,跟了我一上午了,我砸他车都是轻的,惹毛了我给他炸了。 莫小鱼说道,日本人,你确定? 杨燕妮问道,废话,要是中国人,还不得下来和我对打。 你看看那些有感动的吗? 妈的,做了亏心事,这才不敢下来的。 莫小鱼说道,那也不能用这种方式吧,你可以找我,我帮你处理不就完了? 那不行,你是官,你要是移动,他们就说中国政府怎么着了,所以环视我们私下里解决比较好。 对了,宇田爱有消息吗? 莫小鱼问道,没有,通过视频监控可以看到,的确是在公交站下了车,但是进了后面的小胡同就不见了,我的人还在看监控,没那么快。 杨燕妮说道,莫小鱼和这个陈菊不是第一次见面,陈菊好像知道还会和莫小鱼见面似的,一脸地微笑。 但是莫小鱼却异常地警惕,对你微笑的人不一定是你的朋友,还可能是最危险的敌人。 陈菊,我把她带来了,我回避一下,你们谈吧。 杨燕妮说道,不用了,你也坐下听一下吧。 陈菊说道,于是杨燕妮也坐在了莫小鱼的旁边,看了一眼莫小鱼,说道,开始吧,你想反应什么情况,可以和陈菊说一下。 我今天去唐州大酒店,刚刚进去,就被一个人给拦住了。 她说自己是日本驻唐州领事馆的总领事的翻译,他们的领事要见我,我也没多想。 我以为他们见我是不是了解艺术之类的东西,我也帮人鉴定过古董,哪知道见了面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 他们说了一些话,我拿不准,就是想问问咱们公安部门,这算是违法吗? 莫小鱼问道,嗯,你接着说,他都和你说什么了? 陈菊拿出了笔记本,在本子上写着什么东西? 他先是要给我钱,我说我不缺钱,随后,他又说,如果我不想在中国待着,可以给我提供钱和政治避难,这算是策反吗? 莫小鱼问道,他真是这么说的。 陈菊一愣,问道,如果说一句假话,天打五雷轰。 莫小鱼指着天说道,他为什么要说这些? 陈菊问道,还不是因为你问我的事,他们还是不死心,还是认为是我偷了他们在巴黎展出的字画。 这不是胡扯吗?我要是真的偷了那些字画,我还用回来,我找个地方卖了不就得了,怎么也得卖个十来个亿吧,我吃香的喝辣的,还用回来。 莫小鱼不屑地说道,杨局长也在这里呢,我再问你一句,你是真的没有偷吗? 陈菊探身,小声问道,眼睛直叮叮地看着莫小鱼。 他想凭他十几年的办案经验,在莫小鱼的表情里,探得一点信息。 陈菊,我对天发誓,我要是真的偷了,老天爷罚我一辈子娶不到媳妇。 莫小鱼说道,扑呲,旁边的杨燕妮听到莫小鱼这样的誓言,一下子没忍住,笑了出来。 陈菊也是一样,微微一笑,摆摆手,说道,好了,我不相信所谓的誓言,但是莫小鱼,我告诉你, 他们已经盯上你了,你要是不和我们合作,你会有危险的,你如果和我们合作,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,我们会给你提供保护。 陈菊,你这话可不对哈,我是中国人,无论我和你们合作不合作,你们都得保护我,要不然,我的公民权在哪里? 莫小鱼问道,你还挺能瞎白活,那他这么说,你怎么说的? 陈菊玩味地问道,一点也没拿接下来的谈话当回事,但是接下来的话,才是把这个陈菊弄得目瞪口袋。 我说,可以,但是我真的没有偷你们的藏品丧乱贴,不过我知道在谁的手里,如果他们肯交换,我就可以和他们交换。 莫小鱼说道,陈菊看向杨燕妮,杨燕妮摇摇头,表示自己也不知道,她也是在楼底下才和莫小鱼见面。 她哪知道莫小鱼和对方谈了什么?你说的交换,什么意思? 陈菊问道,莫小鱼向前叹了叹身,问道,陈菊,你知道一个叫白鹿的人吗? 国安局的。 嗯,好像是到唐州来过,怎么了? 我和她是好朋友,她是被人陷害的,她的很多次行动都被人提前知道了,所以,她的行动无一例外都失败了,而她怀疑在国安的内部,有日本人的眼鼠。 我和那个什么狗屁领事说了,把那个人的名字告诉我,我就可以把那幅字画交给他们。 莫小鱼说道,陈菊发现自己的脑子有点不够实了,而杨燕妮也是一样,他们做公安工作的。 深知和国安联系在一起的事,没小事,上一次,国安在唐州丢了羽田爱,让人给就走了。 这事的余震未消,莫小鱼又抖出了这种事,这可是丑闻啊。 这事,你也告诉白鹿了。 陈菊问道,当然,我怎么可能不告诉他呢? 这么说来,那幅字画真的在你手里。 陈菊又继续问道,不在我手里,我才不会傻到放自己手里呢,为了以防万一吗? 不过我也告诉过那人,一旦得到对我不利的消息,立刻毁掉那两幅字画,省得为自己带来麻烦。 莫小鱼说道,你说的这是有点复杂,我要汇报上级。 陈菊说道,我来这里不是来讲故事的,我是来告诉你日本人在这里的活动,还有个日本间谍想要杀我,逃脱了,这是杨局长知道,我需要的是公安的保护,而不是围绕那幅字画作文章,我觉得你们应该召见日本驻唐州领事,怎么说也得训他一下吧,莫不作声是代表默认他们的行为吗? 莫小鱼问道,陈菊笑笑说道,这事我也要汇报啊,我不汇报,外事部门怎么可能去见日本领事,这是需要上面的领导批示的,外交无小事。 莫小鱼笑了笑说道,外交无小事,日本人都开始赤膊上阵,当众策反中国的公民了,你们还在这里这个批示那个批示这个,等到都批完了,这事也就凉了,还有用吗? 陈菊,你也不用汇报了,我直接去找龙书记吧。 说完,莫小鱼站起身出去了,陈菊惊住了,问杨燕妮道,她这是什么意思? 找龙书记,哪个龙书记? 龙顶天,她和龙顶天的妹妹是师姐师弟的关系,而且他们俩个人好像是在谈恋爱,这是陈菊不知道吗? 杨燕妮故作惊讶地问道,一个人演戏,那叫独角戏,很难演,而且一演就能被观众看穿,可是大家一起演戏,这戏不但好看,而且耐看,你永远也不知道下一场戏是什么内容,演员多了,戏份就多了,观众就难猜了。 杨燕妮虽然事先没有和莫小鱼沟通得很详细,但是装聋作哑地配合着,这戏还是很到位的。 大哥,你忙着呢? 莫小鱼敲了敲门,秘书也没拦着,一看是莫小鱼,而且龙书记的妹妹在里面呢,秘书很自觉地没吱声。 进来进来,好长时间没见你了,又去哪疯了? 龙顶天一看到莫小鱼,高兴地站了起来,和莫小鱼握了握手,把他让到了沙发上。 旁边看着的龙幼轩笑而不语,大哥对莫小鱼的态度让他很满意,他就怕大哥对莫小鱼待大不理的,那样莫小鱼肯定会对自己有意见。 看到这一幕,他放心了。 我干的都是正事,怎么能说是疯呢? 莫小鱼说道,屁的正事,我看你现在最大的正事是和萱萱结婚,赶紧生个孩子,萱萱不小了。 哎,你不知道啊,我现在最爱干的事是啥事? 龙顶天看着这俩个人,笑着问道。 啥事? 莫小鱼问道。 呵呵,就是下了班回家逗弄小孙子。 哎呦,那小家伙,实在是太可爱了,我现在都恨不得下班走了。 龙顶天说道,你有一个玩着不就行了,我和师姐不急,师姐,你急吗? 莫小鱼问龙幼轩道,滚一边去。 龙幼轩美好气地说道,大哥,你看,让我滚一边去呢,所以,我们不急。 莫小鱼尴尬地说道,龙顶天知道,这是自己就是皇帝不急太见急,说多了也没用。 看着莫小鱼,问道,刚刚轩轩说,你找我有事,说说吧,啥事? 莫小鱼又把向陈菊说的那些事说了一遍,龙顶天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。 到最后,还是一样的问题,小鱼,这是真的不是你干的。 大哥,你信不过我,你还信不过师姐吗? 师姐,你告诉她,是不是我干的? 我要是有那本事,还在唐州混吗? 龙幼轩刚刚还想问,你到底是让我说呢,还是不说呢? 听到最后一句话,龙幼轩这才知道莫小鱼不想让他大哥知道这事。 想想也是,这事不是什么好事,而且这事又很敏感,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 大哥,现在这些外国人在国内太猖狂了,仗着有些外交豁免权,胡作非为,公然和一些所谓的意见领袖接触,指导他们怎么和政府对抗。 依我看,这些人都欠打,以后遇到这种人,派城管没收他们的车,驱赶他们,这是肯定性。 莫小鱼说道,龙顶天一听莫小鱼的话,笑了,怎么着,我怎么听着你好像是对城管有意见呢? 呵呵,我哪有什么意见,我只是觉得他们战斗力比较强,对付那些洋鬼子就得用战斗力强的,照之急来,来之能战,战之能胜吗? 莫小鱼笑道,胡说八道,其实你们对城管有偏见,要是没有城管,城市不知道会乱成什么样呢? 有些是可能做得过火了,但是有些人也是屡教不改,要是没有城管,你们这些开车上路的又该投诉政府不作为了。 龙顶天说道,莫小鱼和龙顶天处在不同的阶层,当然说话的角度不同了,莫小鱼还没傻到和龙顶天辩论,所以一笑了之。 嗯,还是领导的境界高,看问题一下子就看到问题的本质了。 莫小鱼恭维道,行了,你也别在这里瞎扯了,我知道你说的是了,这种事是不可能就这么算了的,我会亲自关注这事。 龙顶天说道,大哥,你一定要为我报仇啊,我感觉自己被侮辱了。 莫小鱼一脸委屈地说道,赶紧滚蛋,你们俩有时间去家里吃饭,好长时间没有一起吃饭了。 龙顶天说道,好,那我们先走了。 莫小鱼说道,嗯,有进展我和你联系。 龙顶天说道,莫小鱼和龙又轩一起去了地下车库取车,莫小鱼看了看身边的龙又轩,说道,你看看,你这样也比我矮不了多少,穿帆布鞋多舒服。 高跟鞋是很性感,但那是变相地要求现在的女人裹脚。 龙又轩还想说什么时,莫小鱼的手机响了,一看手机号,莫小鱼就感到很愧疚。 龙又轩看到莫小鱼的表情,问道,怎么了?谁的电话? 没运运的,我很长时间没和她联系了,我以为她把我忘了呢。 赶紧接吧,不知道有什么事呢,我去车里等你。 龙又轩伸手把莫小鱼手里的车钥匙接了过去。 莫小鱼看着龙又轩走远了,接通了电话,喂,出什么事了? 看你说的,没事我就不能给你打电话,你在哪儿呢?现在有时间吗? 梅运运在电话里窃窃地问道, 有有,你说吧,没事吧? 莫小鱼问道,没事,就是想和你说说话,你要是没时间,就算了,我再等。 梅运运急忙说道,好吧,说吧,想我了。 莫小鱼开玩笑道,梅运运的脸皮薄,属于那种不是熟人开玩笑就翻脸的女人, 所以莫小鱼开玩笑也是有限的次数。 嗯,想你了,你到底去哪儿了,也不来店里了,好像消失了一样, 有时候我都会出现幻觉了,一抬头,就能看见你在大厅里那个座位上坐着吃饭呢。 梅运运说道,哈哈,看来是真的想我了,这样吧,我去看你,你在店里吗? 莫小鱼问道,自己这段时间实在是是太多,一件接一件, 根本缓不过来,大空没有,小空自己太懒了,还担心过去待不了几分钟,还不如不去呢, 所以对梅运运就疏离了,可是梅运运的心理对她却一点没有疏离。 嗯,我在新店里呢,新店装修好了,我准备开业了,所以问问你,有时间过来吗? 要是没有时间,我就不告诉你了,省得你分心。 梅运运说道,你等我一会,我这就过去。 莫小鱼说道,莫小鱼挂了电话去了车里,龙又轩看着她,问道,梅运运? 你怎么知道?这段时间,我去了好几次吃饭,她见了我,好几次都是欲言又止的。 最近的一次,可能是忍不住了,问我有没有你的消息,我说你可能不在唐州,我也很久没见你了,她就没再说啥。 龙又轩说道,我要去店里看看,你去吗?新店装修好了,可能要搬家了。 莫小鱼说道,她找你,我去合适吗? 龙又轩白了莫小鱼一眼,问道,这有什么不合适的? 再说了,我心里又没鬼,我坦然得很。 莫小鱼说道,得了吧你,算了,我不去了,我去我哥哥家看看小孙子。 龙又轩说道,真不去啊。 莫小鱼心里一喜,也担心带着龙又轩去梅云云会心里不舒服。 哎,顾了这个顾不了那个,又得想这么多事,感觉脑子有些不够用了。 要是连这点眼色都不懂,多招人烦啊,对不对? 龙又轩问道,你这是什么话,我怎么可能烦你呢? 我说的是真心话,莫小鱼还在往自己脸上贴金呢。 好了,我知道,走吧,送我去我哥哥家。 龙又轩说道,晚上,晚上吧,我去接你一起吃饭,好吧,你不许说没时间,现在我就预约晚上的饭了,这够有诚意了吧。 莫小鱼说道,好吧,那就晚上吧,不过晚上不去梅云云那里吃了。 我发现你每次请我吃饭,都是去他那里吃,你是为了请我吃饭呢,还是为了去看他? 哪能呢?好好,地方你定,我请你不就完了,好吧。 莫小鱼说道,好在是龙又轩没有和莫小鱼难堪,这是终于是算是过去了。 送了龙又轩后,莫小鱼开车直奔梅云云的新店而去,那几个日本人可能是吸取了教训了,反正莫小鱼是没见到他们还在跟着自己。 不打不上道,中国人太好欺负,从老年间就被鬼子欺负惯了,所以在骨子里存在着一种重样媚外的思想,再加上受了那么多年的教育,一定要和外宾搞好关系之类的奴士教育,殊不知,现在在中国的这些外国人也有很多是流盟。 莫小鱼的车开到了新店的门口,梅云云早已在门口等着了,看到莫小鱼的车,匆匆挤不下了台阶,但是忽然间又意识到了什么,硬生生地站住了。 杭州的丝绸做的旗袍,更是让旗袍的每一寸都那么地贴合她的身材,没有一寸是多余的,该秃的秃,该翘的翘,开刹虽然不高,但是肉色的丝袜若隐若现,还是一下子就能抓住男人的眼睛。 莫小鱼看到这一幕,有些吃醋,不行,这是还真是要好好和她说一下,自己时常不在这里,她得让多少男人的眼睛肆无忌惮地侵略啊,所以,以后还是不要穿成这样为好。 几乎每个男人对旗袍女人的免疫力都是降低的,所以莫小鱼很担心自己要是不在这里了,她穿得这么招摇,会不会招来好色之徒的际语? 你来了?梅雨晕的手指抱在胸前相互交织着,显得很紧张,又显得很兴奋,总之,给莫小鱼的感觉。 她就像是第一次和男人约会的小女生,内心的渴望和胆怯,暴露无遗。 在屋里等我就行,外面多热啊。 莫小鱼说着,将手放到了她的肩膀上,搂着她的肩膀进了店门。 店员早就看出来自己的老板和莫先生的关系非同一般,所以都是装作没看见,各自忙活着自己的事。 你看,装修得还可以吧,要是你哪里不满意,我再找人修改。 梅云云对莫小鱼说道,这是你的店,你满意就好了,我又不懂这些,不过这边是大了很多,要是时刻多的话,你又要辛苦了。 莫小鱼说道,忙点也好,可以转一下注意力,省得我老是想某人。 梅云云带着莫小鱼到楼上的过程中,小声说道,这是梅云云能说出的最露骨的表达了,她的脸皮薄,能说出这种话来,已属不易。 楼梯拐过了弯,下面的人看不到了,上面二楼没有人,莫小鱼又听了梅云云的话,本来搂在肩膀的手,一下子落到了屁股上,而且,不单单是划过,而是使劲地捏住了一块屁股的肉,在手里不断地把玩。 梅云云刚想叫出来,但是一想到这是在哪,要是被自己的员工听到了,自己这脸往哪歌。 于是,一边硬生生地忍着,一边用手去拨莫小鱼的手,试图把她的手拨开,可是根本不可能,莫小鱼的手虽然也曾离开了她的屁股,可是只是换了一个位置而已。 那种被她飞离的感觉,让她的身体极具张力,站立不已,要不是莫小鱼扶着她,她可能连着几级台阶都走不完。 云姐,我想吃了你,不知道味道怎么样。 莫小鱼在她的耳边小声说道, 这句话无疑是一枚最强劲的强心针,以最快的速度打入了梅云云的心脏,让她有一种被子弹瞬间击中的感觉。 我的办公室在最里面。 梅云云说出这句话时,感觉自己整个人都要化了,自己这是怎么了,连到晚上都等不了吗? 居然像她说出这样的暗示性语言来,这是什么意思,难道自己要在自己的店里,在办公室里,完成自己这一生中最重要的蜕变吗? 在莫小鱼的一路骚扰中,两个人终于到了梅云云的办公室里,一关上门, 莫小鱼就把梅云云摁在了沙发上,随着刺刺拉拉的声音, 梅云云的丝袜被莫小鱼撕得支离破碎,再也没有了任何的防护作用。 两人的热吻持续而激烈,当梅云云从几乎要窒息中摆脱出来之后, 发现自己的旗袍已经被莫小鱼蹂躏得不成样子,旗袍的浅摆也被她掀到了一遍。 莫小鱼起身去门口反锁了门,然后走了回来,看着窝在沙发上的梅云云, 一边解开了自己的衬衣扣子,然后停下了动作,看着梅云云。 梅云云也看着她,两个人的目光在空气里交汇着, 此时说一句话都是多余的,最有诚意的举动应该是毫无顾忌的行动。 梅云云面色潮红,像是一头母兽一样盯着莫小鱼的眼睛,缓缓地坐了起来。 莫小鱼就站在她的面前,而她是坐着的,莫小鱼是站着的,角度,高度,刚刚好。 梅云云伸出鲜鲜欲指,解开了莫小鱼的腰带。 只要有爱,情人眼里出西施,只要有激情,一张三人沙发也可以成为爱的圣殿。 莫小鱼从未想到过会和梅云云在这样的环境里开始爱的旅程,窗外是嘈杂的马路, 而在一楼的店里,还有十几名伙计在忙着开业, 而他们的老板却在二楼的办公室里发出一声声高亢的叫床声。 你不怕他们听到吗?莫小鱼在梅云云的耳边问道。 听到就听到,谁敢说什么我就开了她。 梅云云骑在莫小鱼的身上,霸气地说道。 最初的疼痛已然过去,接下来的时间里,梅云云充分体会到了一个女人该有的愉悦。 虽然这一天来得晚了一些,可是自己等到现在还是值得的。 两个人在办公室里待了两个多小时,此时有人来敲门。 谁啊?什么事? 梅云云不耐烦地问道。 老板,那个人又来了,还是要找你谈,还带着好几个人来的,我看着不像是好人,怎么办? 门外的服务员问道。 你让他们等着,我这就下去。 梅云云一直都在莫小鱼的身上趴着,两个人还没有要结束的意思,只是梅云云依然是摇不动了。 门外的服务员走了,莫小鱼问道。 谁啊?找查的?还是收保护费的? 不是,是原来那家店的房东,他原来是要涨房租,咱不是就买了这边的房子吗? 他看我来真的了,死活不愿意让我走了。 不让走,还得涨房租,还要我把原来的房子恢复原状,你说哪有这样的事,这都是以前签合同时说好的,退租时,装修不算钱,也不负责拆除。 梅云云说道,要不你歇一会,我出去看看到底咋回事。 莫小鱼说道,也行,我一点都不想动,感觉骨头都散架了。 梅云云从莫小鱼的身上歪下来,躺到了沙发的里面,莫小鱼才得以坐起来。 员工们没见到老板下来,倒是看到莫先生下来了,一个个地看着莫小鱼,再看看原来的房东和几个苗龙画虎的家伙,害怕别人不知道他们是黑社会,故意光着膀子,把那些纹身都露出来吓唬人。 莫小鱼走过去,走到其中一个人跟前,干了一件让在场的人都感到无比恶心的事。 他走到一个纹身的家伙面前,张嘴往人家的胳膊上吐了一口唾沫,在对方没反应过来之前,还用手抹了抹,说道,我靠,这是真的呀,我以为是贴的呢。 后面的员工扑斥一下笑了,莫小鱼看着那个愤怒的纹身男,说道,别动手哈,动手之前问问你老板让动手不。 转而看向那个老板模样的人,坐下自我介绍道,这家店是我的,我是真正的老板,你找我啥事? 我不找这家店的老板,我找梅云云,她的店租了我的房子,现在不租了,总得给个做法吧。 不租了,你要啥说法,欠你钱? 还是没到期? 莫小鱼问道,都没有,但是她是干饭店的,油烟很大,那房子里乱得没法继续往外租了,所以,她得给我恢复原状,否则,这是不好使。 拿你的合同来我看看,有这一条吗? 我不和你谈,我就和梅云云谈。 你和我谈,就是和她谈,你要是不想和我谈,立马滚出去,要是再来捣乱,我让你那间房子从此之后再也租不出去,你信吗? 莫小鱼威胁道,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啊? 房东急了,说道,对于你这种人,我见多了,看人家生意好,就想着涨价,人家不租了,你傻眼了吧,还在追到这里来捣乱,我告诉你,你捣乱一个事实, 我分分钟把你送进去,你信不信? 莫小鱼脸色很难看,带着一丝杀气,看得房东有些拿不准这家伙是干啥来的。 莫小鱼看着这家伙还不走,继续说道,我是没云云的男人,也是这家店的老板,你要是感动我老婆一根汗毛,我让你这辈子都出不来。 还有这些玩意带他们来,就是为了吓唬人的吧,你们去问问收保护费的红毛,问问我是咋整他的, 别到时候挨了揍,还不知道谁是爹呢。 莫小鱼说话一点都不好听,但是莫小鱼的身上带着一股杀气, 这些花几十块钱过来的小混混都觉得这家伙不好惹,所以房东不吱声,他们也不出这个头。 这些员工亲眼见到了莫小鱼三言两语,把这些人打发了,而莫小鱼继续上了二楼,梅玉玉躺在沙发上还没起来,身上盖着她平时中午休息时准备的空调背。 莫小鱼走过去,伸手掀开了空调背,依然是空空如也,不一会。 办公室里又响起了梅玉玉唱戏的声音,咿咿呀呀,好像是咽呀学语的儿童,但是声音里却透着一股子魅意。 你这是打算要折磨死我吗?梅玉玉站在地上,回头问莫小鱼道,我这是要把欠你的补回来。 莫小鱼说道,不用补了,我不要了。 莫小鱼和梅玉玉坐在餐桌的两侧,饭菜已经准备好了。 这是我亲手做的,你尝尝如何? 梅玉玉基本没有在吃饭,都是在为莫小鱼布菜,细致到连鱼刺都仔细地挑出来,事实证明。 你让女人愉悦了,女人会让你愉悦十倍。 说个问题,可能有点自私,但是你必须要听我的,否则,我会不舒服。 莫小鱼说道,梅玉玉听到莫小鱼这么说,一愣,问道,啥事,你说吧。 以后不许在我不在的时候,穿旗袍了。 莫小鱼说道,梅玉玉听后一愣,玄机想到了什么,笑笑,扬作不知地问道,为什么? 我不喜欢别的男人看你穿旗袍的样子,那样他们会在内心里亵渎你,我不喜欢,也不舒服。 莫小鱼说道,梅玉玉玩耳一笑,说道,好,我听你的,再说了,我卖的是饭,又不是麦色。 梅玉玉非常爽快地答应了莫小鱼,莫小鱼的意见比什么都重要,因为莫小鱼现在是她的天。 我已经订好了,后天开业,你能来吗?梅玉玉问莫小鱼道,我必须得来,我媳妇的店开业,我怎么能不来呢? 还用我做点其他的事吗?莫小鱼问道,什么事?梅玉玉不解地问道,杜曼雪和饥渴心整天在这里吃喝,你可没少给他们打折,让他们出点力。 在电视台的美食节目里,安排一期专门介绍梅家菜,你看怎么样? 莫小鱼问道,这样会不会太招摇了?梅玉玉虽然狠狠赞成莫小鱼的话,但还是有些担心。 你放心,没事,这是交给我,他们看在我的面子上,也得帮你这个忙,到时候你穿上旗袍, 优雅一些的那种,介绍店里的陈设和拿手菜,在现场做几道菜,把新店的名声打出去,这样才行。 莫小鱼说道,好吧,我听你的。 梅玉玉说道,我在找点人给你送花篮和祝贺开业的条幅,盛大投资,大师兄的话廊,谢氏生物, 还有公安局,英泽集团,这些都来捧捧场,开业嘛,搞得热热闹闹的,我在找几个朋友。 让他们都来热闹一下,积攒一下人气。 莫小鱼是说道,有必要搞这么大吗? 梅玉玉一听这阵时,肯定是不小了,有点头晕。 搞得热闹一点,弄得大一点,到时候我看谁还敢来欺负你,算了,这是你别管。 我去操办这事,我现在去找杜曼雪和饥可心,把这事敲定了,然后其他人打个电话就可以办了,你放心,不费事。 莫小鱼说道,莫小鱼的雷厉风行,让梅玉玉瞬间有了一种可以依靠的感觉。 所以当莫小鱼主动挑起这些事实,梅玉玉表面上担心,其实内心里很高兴,因为她感觉到自己在她心里是重要的。 她是在意自己才这么做的,在一个女人的眼里,还有比这种安全感更重要的吗? 莫小鱼当着梅玉玉的面,给她刚刚说的那些人都打了电话,让他们都来送花篮,还给董子墨打了电话,先是问了问盛大投资房地产预售许可证的事,然后就是送花篮的事。 莫小鱼,你不是吧,一个饭店开业,你也这么搞,这么干,好吗? 董子墨说道,你少来这套,让你的狐朋狗友都来凑凑热闹,饭店吗?开业还怕热闹吗?就当是帮我忙了,你小子也没少来饭店吃饭,蓬蓬尝怎么了? 莫小鱼说道,我是没少去吃饭,但是我给钱了呀。怎么滴,你还想吃霸王餐啊?这样吧,我做主,以后你来这里请客给你打折,好了吧,这这么说定了,我还有好多电话要打呢,等你来了再聊。 莫小鱼说完就挂了电话,梅玉玉看到莫小鱼差不多忙完了,赶紧给她倒了一杯水端了过去,细心体贴的样子让莫小鱼看了更加地恋爱她。 我晚上要出去吃饭,有个应酬,晚上我去你那里吧。莫小鱼摸着梅玉玉的脸蛋说道,你要是有事也可以不去,我不想耽误你的事。 梅玉玉娇羞地说道,没事,我处理完之后就去找你,你今天早点回去,明天有的忙了。 后天开业的事都要重新安排,扩大了很多,后厨要准备的东西又要好多。要是人手不够的话,多雇佣一些人,总之不能出问题。 莫小鱼说道,我知道,那我待会就回去等你。 梅玉玉说道,莫小鱼在她的耳边,巧声说道,洗白白了等我。 梅玉玉还是不习惯莫小鱼这种流,忙与气,虽然不习惯,但是莫小鱼的话总是能戳中她心里的某根神经,让她的心里感觉痒痒的。 夜晚,城市里灯火通明,但是郊区的山丘上,这里一片漆黑,只有一片果林里闪烁着稀疏的光亮,那是这片果林的主人用太阳能发电板积攒下的电瓶,可以提供夜晚的照明。 短短一天的时间,雨田爱在下面就快要憋疯了,没有娱乐,没有声音,没有手机信号,她感觉自己的一切都被切断了,要不是还没有人来抓自己。 她真的以为自己是被囚禁了。 正在此时,头顶的盖子被揭开了,那个中国农民说道,你上来吧,有人联系你。 雨田爱爬了上去,看到四周一片漆黑,这才知道现在的时间是晚上,自己来的时候是晚上,现在还是晚上,不过空气好多了。 谁联系我?电话在那边,你不能出这个房间,我也不知道这里是不是被人注意到了。 我一直都是光棍一人,你出现在这里太突兀了。 雨田爱拿起了手机,按照那个号码拨了回去。 喂,哪位? 雨田爱问道,我是石田杨平,我现在在香港。 雨田,你现在去中国的宋城,在唐州的西部不是很远。 通过你和莫小鱼的谈话,我推测,山本五十七应该是被他藏在了绝叶的住处。 那里远离唐州,可能会有人保护他,你去那里找他,看看结果如何,我已经派人去宋城了。 你到宋城后再联系他们,你记一下号码。 石田杨平在电话里说道,如果他真的在那里,怎么办? 雨田爱问道,如果不能带回来,就不要留着了,在你们得到他的确切消息之后,给我回个电话。 我会找莫小鱼在最后谈一次,没有图纸,他找到山本五十七也是没用,最好是和我们合作,否则,大家两败俱伤。 石田杨平说道,但是我觉得他不会答应的,从他对我的态度来看,他再见到我,恐怕也不会对我手下留情了。 我们的两个人在我的面前生生被虫子吃掉了,这是一种什么法术,我现在想起来都是心有余悸。 雨田爱说道,那是中国的巫术,多产于中国的苗疆地区,不知道他是怎么会这东西的,还是他身边有人会这种东西。 石田杨平说道,我不知道,如果可以,还是请尽快查明这件事吧。 雨田爱说着打了一个寒战,说道, 我只能是送你到这里了,再往前走,路上就有摄像头了。 趁着夜色,面包车把雨田爱送到了大路边,从这里就可以拦到去宋城的车了。 谢谢。 不用谢。 把雨田爱送到了路边,那个中国农民开车消失在了茫茫夜色里,昏暗的车灯根本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。 而雨田爱则是背着一个包,一身运动装打扮,好像是时下流行的背包客,行走在路上,不时地摆手拦截车辆,但是在这大晚上的,一个女人在半路截车,根本没有人敢停下来。 都以为这个女人只是一个儿,好容易才拦下一辆大货车,雨田爱流利的汉语让她得以上了车。 和开车的大汉一路聊到了宋城,在郊区可以打车的地方雨田爱下了车,还给了司机五十块钱。 按照石田阳亭给她的号码,她联系到了已经到这里来的人,他们在一家肯德基会面了,仨个人,好像是旅游的背包客,谁也不知道这三人就是鬼子的间谍和特工。 几年前也是他们在这里绑走了绝野,这些人现在又来了。 找到地方了吗? 雨田爱问道。 找到了,但是老板说要等你来了一起再商量一下。 嗯,待会一起去看看,有什么异常吗? 比如,有没有人进出? 雨田爱问道。 我们监视了一夜,始终没有发现有人员进出,我们还有个人在那里盯着呢,没有消息,看来还是没有发现。 好,走,去看看。 雨田爱说道。 几个人分头离开了,雨田爱和其中一个人扮演情侣,走在宋城的大街上, 他们没注意到在他们走过去的一瞬间,一个买菜的小丫头低下了头,等到他们过去之后,匆匆朝着相反的方向离开了。 不用说,这就是顾依依,她是出来买菜的,以往这样的体力活都是小飞花在干。 但是小飞花走了之后,这就成了她的活了。 菜呢? 你不是买菜去了吗? 白鹿开了门,看到顾依依空手回来了,问道。 快点告诉阿哥,雨田爱到宋城来了,我在街上遇到她了。 什么?遇到她了你还回来,这不是暴露了这里吗? 白鹿急到,一把把顾依依拉了进来。 伸头出去看了看,倒是没发现跟踪的人。 我在买菜,他们没看到我,除了雨田爱,还有一个男的,不知道是干啥的,可能也是一起的吧。 顾依依说道,白鹿不敢耽搁这事,这印证了莫小鱼的猜测。 他们这时猜到了,山本五十七很可能是在绝夜的院子里,因为这里离唐州不远,而且还不会让人想起来,石田阳平猜到了这个地方。 喂,你在哪呢? 发现雨田爱了。 白鹿给莫小鱼打了个电话,急急说道,在哪里? 宋城,刚刚依依去街上买菜,偶然发现了雨田爱和一个男的,很可能是冲着绝夜的家去的。 所以,这里也不安全了,他们在宋城不走,我们也不能出去,这等于是困死了。 白鹿说道,你们先不要出去了,我晚上去宋城,这一次,我一定要让石田阳平陪了夫人又折兵,让顾依依想想办法,怎么才能控制住雨田爱。 莫小鱼说道,干脆弄死不就完了,还是舍不得吧? 白鹿说道,这都什么时候了,你还吃醋,你也不想想,雨田爱对石田阳平很重要,有雨田爱在手里,我们就可以和石田阳平好好谈谈,争取更多的利益,现在要是把它弄死了,那还怎么谈? 莫小鱼说道,好吧,你有理,不过你尽快来,来晚了,这里都将成为一句句的尸骨,我是不会让雨田爱把他们带走的。 白鹿说道,你们只要是不出去,雨田爱就不会发现你们,他们人生地不熟的,要想找到你们。 没那么快,现在日本领事馆的人还在盯着我,我白天不方便过去,我要是现在过去了,就等于是把他们都带过去了。 莫小鱼说道,好吧,我知道了。 白鹿说道,挂了电话,莫小鱼看了一眼远远跟着的车辆,他很想再过去教训他们一顿,但是人家也确实是没有妨碍到自己,他们跟着就跟着吧。 莫小鱼看了看见了梅家菜的新店,昨晚和梅云云共度凉宵,梅云云不堪打法,到现在还在家里睡着呢。 而莫小鱼则是到店里看看准备的怎么样了,其实梅云云准备的也差不多了,只是需要加大数量而已。 嗯,这家店才像个样子,要是拍摄的话,可能还挺上镜头的,老板在吗? 姬可欣接到莫小鱼的电话后,上班的路上,特意拐了个弯,到这里来看看。 你没去上班啊? 我这不是特意拐过来的吗?老板娘呢? 姬可欣看了看周围,没有发现没云云,问道。 出去办事了,还没回来,你看看这地方怎么样,还需要哪里改进一下? 莫小鱼问道,挺好的,就是光线不够明亮,到时候我多打上几束光就可以了,怎么样? 可以,你是专业人士,当然是听你的了。 莫小鱼说道,听说你最近又惹上麻烦了,就不能消停几天吗? 姬可欣问道,不是我惹别人,是别人惹我。 哎,没办法,人怕出明珠怕撞,我现在就是名气太大了。 莫小鱼厚颜无耻地说道,我看你就是太壮了,过一个平凡人的日子不好吗? 你看看你,这里那里,瞎跑啥,有时间多回家看看,我的同事前几天去你们村了,妈给我烧来了不少笨鸡蛋,你有时间去吃吗? 姬可欣说道,看来我妈是真的相中你了,我带着龙又轩也回去过,没见,给她烧笨鸡蛋呢。 莫小鱼厚颜无耻地说道,你妈相中我有个屁用,你相不中啊。 姬可欣白了她一眼,说道,谁说的,我早就相中你了。 屁话,看这架时,是上手了。 两个人听到开门声,姬可欣回头看了看进来的梅云云,问莫小鱼道, 可欣姐来了,你们几个,怎么不给客人倒茶? 梅云云看向自己的员工,问道,不用了,我就是过来看看你这里,还得去上班呢。 姬可欣笑笑说道,可欣姐,你多给提意见,你们才是最真实的体验者。 我们做得再好,也是从我们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的,但是顾客的体验很重要。 梅云云说道,看看,看看人家这话说的,多会说话,来来,我问你点事。 姬可欣看了一眼墨小鱼,拉着梅云云向一旁走去。 单单是看到姬可欣那神秘的一笑,墨小鱼就知道她没安好心。 这个店的店面很大,姬可欣拉着梅云云一路走,都快到了后厨了。 梅云云不知道姬可欣要说啥,自己也不好问。 妹子,她对你怎么样,还温柔吧? 姬可欣看看左右无人,问梅云云道。 梅云云一愣,瞬间就明白她啥意思了,脸一下子就红了起来,姬可欣自然知道自己猜对了。 这个老处女,终于还是让墨小鱼给摘了话。 可欣姐,你说的啥,我不懂你的意思。 梅云云可不想承认这事,说道。 你不承认也没关系,墨小鱼都承认了,你还瞒个什么劲? 再说了,我这可是为你好,你要是承认了呢,我带你去见见另外一个人,有他帮你撑腰,就没人敢欺负你,你也知道。 墨小鱼可不是一个女人,而且据我所知,她现在可是家大业大。 你知道,最近打广告很厉害的盛世花园吧,潘家村那地方。 姬可欣问道。 嗯,知道,那地方的房子不错,我还想在那里买一套呢。 梅云云说道。 你还买啥呀,那里的老板就是你的小情郎,送你一套不就得了。 姬可欣说道。 你说啥? 墨小鱼是那里的老板? 不可能吧。 梅云云可不相信那么多大的项目是墨小鱼搞的。 你不信是吧? 好,不信你可以问问她,她要是说不是,那就是在骗你呢? 她要说是呢? 你就可以要求一下,给你留一套,怎么样? 姬可欣说道。 你在这里挑拨离剑什么呢? 墨小鱼走过来说道。 我哪有什么挑拨离剑了,我是说你现在家大业大,得有人帮你看着, 别到最后被人给坑了。 姬可欣笑笑说道。 你就在这里散播谣言吧,梅姐,别听她的,那房子是公司,都给你们留下了,算在我的头上,放心,该你们的一样都少不了你们的。 可欣姐,梅姐是个很好的人,你不要把她叫坏了。 墨小鱼说道。 你听到了吧,还说我把你叫坏了,我是那样的人吗? 姬可欣叫去道。 行了吧,我坐你的车去电视台,我还要找杜姐办点事呢。 墨小鱼说道。 姬可欣朝着梅韵韵摆摆手,说道,我再来找你玩。 梅韵韵送到了门口,看着墨小鱼和姬可欣上车离开了。 本来都是好好的,你挑什么事啊,你缺房子吗,我也送你一套吧。 墨小鱼上了车,问道,我是帮你试试她而已,我一直都觉得这个梅韵韵很不简单,反正你让我经营这么一个饭店,我是干不了。 杜姐也说,其实梅韵韵是个大智若鱼的人,别看表面上很老实,其实内心里聪明得很,温柔是她最有力的武器。 姬可欣说道,我真是服了你们了,没事瞎琢磨什么呢? 墨小鱼苦笑道,不是吗,我们说错了。 姬可欣问道,没说错,私下里的梅韵韵和表面上的梅韵韵确实是不一样,不但是不一样,而是很不一样,绝对是天壤之别,尤其是在床上。 墨小鱼笑笑说道,怎么不一样了? 姬可欣一听,顿时来了兴趣,问道, 你的表现都是一样,表里如一,私下里和表面上都是狂放行的,但是梅韵韵不是,你看她在人前就像是个大家闺秀一样,可是在私下里绝对是个狂放行的,疯狂得很,而且很主动,可塑性很强。 墨小鱼说道,我呸,你才是狂放行的呢,这可塑性强是个什么鬼? 姬可欣问道,就是很听话,没有不能做的事,叫做什么做什么,怎么来都行。 墨小鱼嘿嘿笑道,我很好奇,你都是让她做什么了? 姬可欣问道,前面右转,在那个胡同口停下,我下车后,你立刻开走,后面有车跟着我,别回头,一直开。 明白吗?墨小鱼忽然换了一种语气,说道,怎么了?回头再和你解释,没事,停。 墨小鱼说道,姬可欣一脚刹车到底,然后让墨小鱼下了车,然后立刻启动,好像是躲了什么东西一样,继而继续前进,这一路上姬可欣都是很忐忑,看着后面那么多的车,也不知道哪一辆是跟踪自己的。 墨小鱼在小胡同里躲了一会,约莫着跟着自己的车应该过去了,穿过小巷子打了辆车直奔宋城去了,本来她是想着晚上再过去呢,趁着夜色,那样好伪装一点,可是遇到了送上门的继可心,于是将计就计,立刻实施了自己的计划。 师傅,我的手机没电了,能用一下你的手机吗?我打个电话。 墨小鱼向司机借了手机,依旧是打给了顾依依。 她告诉顾依依自己大概一个小时后到宋城,问了问那里的情况,一切正常,没有反常现象。 这也证明了墨小鱼的估计,他们人生地不熟的,要想找到白鹿他们,可是要费老鼻子尽了。 按照顾依依说的地址,墨小鱼提前下了车,然后步行在宋城的街上。 一直到看到周围确实是没有可疑的人后,墨小鱼才绕过了那家的大门,翻墙进了院子。 刚刚一落地,墨小鱼就看到了周围的草丛里和花盆下,以及各个隐蔽的地方爬出了大量的的蛊虫,但是到了墨小鱼的跟前,这些蛊虫又纷纷离开了。 这是因为蛊王的作用,他们才不敢继续对墨小鱼攻击。 顾依依听到院子里的动静,立刻从屋里出来,看到了墨小鱼站在墙根下,看着满地四散逃逆的虫子。 也就是,你对它们有威慑力。 顾依依笑着跑了过来,而此时,白鹿也从屋里出来,站在门口看着墨小鱼。 辛苦了,没事吧? 没事,我正担心你找不到这个地方呢,没想到你自己进来了。 顾依依说道,走,屋里说吧。 墨小鱼看了看这个院子,此时北边的房门开了,小野百合走了出来,看到是墨小鱼,也显得很高兴, 但是看到顾依依在墨小鱼的身边,硬生生停下自己的脚步。 墨小鱼对顾依依说道,去屋里等我,我去和她说句话。 顾依依点点头,墨小鱼走向了小野百合,小野百合看到墨小鱼居然先过来看自己, 即刻迎了上去,一把抱住了墨小鱼的腰,顾依依在一旁看得直撇嘴。 而白鹿则是看着顾依依,感到这两个小女孩真是太搞笑了。 在这里住的还习惯吗? 墨小鱼问小野百合道, 嗯,还可以,就是没有原来的院子大,没有好玩的地方,我们什么时候能再回去? 小野百合问道, 很快,那里有坏人要害你们,所以先到这里来躲一躲, 等到我把那些坏蛋都收拾完了,你们就可以回去了。 墨小鱼在小野百合的额头上亲了一下, 你先回房间,我和他们商量一下,然后还有事, 等到这是结束了,我再来找你,好不好? 墨小鱼说道, 好,我等你。 小野百合松开了墨小鱼,高兴地向屋里走去, 而墨小鱼则回到了南屋里。 墨小鱼进了门,故意把门都关好了, 白鹿给墨小鱼倒了杯水, 怎么样,都还老实吧? 墨小鱼问道, 还可以,他们知道自己也出不去, 小野一家都很老实, 因为他们知道,出去就是死, 你把他们从日本弄出来不容易, 但是山本五十七就有些不老实, 一直都想着怎么出去, 尤其是搬到这里来之后, 他可能也预感到什么事了, 以为有人来救他了, 所以时常做一下想要传递信号的事。 白鹿说道, 这家伙,这是还不死心啊, 不过也正常, 这种人一向都是很自负的, 以为这个世界离了他不能转呢, 我待会去见见他, 与甜爱虽然来了, 但是他们也不大可能会白天进去, 很可能也是选在晚上进入绝夜的家, 到那时, 你守在这里, 我和依依去那里等着他们。 墨小鱼说道, 行,你们小心点, 尤其是要照顾好依依, 他不会功夫, 也不会用枪, 你一定小心对方可能会用枪, 这是最难防备的, 功夫再高, 也没有对方的枪子快。 白鹿说道, 墨小鱼和白鹿计划了一下晚上的行动, 然后墨小鱼就去了山本五十七所在的房间, 山本五十七正在写着什么东西, 看到墨小鱼进去了, 立刻揉成了一团塞到了嘴里, 顾依依要上前逼他吐出来, 但是被墨小鱼制止了。 墨小鱼坐在了他的面前, 看着他, 说道, 从你的表现来看, 我不相信你给我们雕著的藏金点是真的, 所以你根本没有和我合作的诚意。 山本五十七看着墨小鱼, 用嘶哑的嗓子说道, 是你不守诚信, 你说过, 只要是我算出那些地方的坐标, 你就放我走, 可是你根本不守诚信。 墨小鱼摇摇头, 说道, 山本先生, 不是我信不过你, 我是已经让我们的人在菲律宾探测过了, 你说的那地方根本没有任何的金属埋藏, 按说那里应该有很强烈的金属反馈信号, 但是没有, 这说明了什么, 这说明你耍了我们。 不可能, 我是按照你给我的资料来研究的, 没有找到只能说明你们笨。 山本五十七说道, 先不说这些事了, 先说说咱们面临的危险吧, 既是我的危险, 也是你的危险, 石田阳亭派了羽田爱来, 还有其他的一些人, 来救你的, 但是很明显, 我是不会让他们把你就走的, 所以, 他们还有一道命令, 那就是就不走你, 那就杀了你, 也不会让中国人得到你的秘密, 你怎么想的? 墨小鱼问道, 我认为这很好, 既然不能离开, 死了也不错。 山本五十七说道, 说的也是, 菲律宾的藏金点, 我是一定要找到的, 到时候, 我会把你的骨灰带到菲律宾, 交给你的女儿。 墨小鱼说道, 你说什么? 他们去菲律宾干什么? 山本五十七经问道, 现在他们去菲律宾市旅游, 也在等我的消息, 如果你配合得好, 不想着逃跑之类的, 我会让他们平安回来, 但是, 如果你拒绝合作, 那他们只能是在那里从事女之女工作了, 直到把我的钱还完为止。 墨小鱼说道, 你胡说什么? 他们欠你什么钱? 山本五十七怒道, 他们不欠我的钱, 但是你欠我的钱, 你要是把藏金点告诉我, 这时就完了, 你不告诉我, 他们就得替你还债, 你怎么想的? 墨小鱼蛮不讲理, 但是又有多少人是和中国人讲理的, 所谓的道理都是强者在讲, 弱者是没有道理可讲的。 山本五十七恨得牙根痒痒, 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? 我知道你恨我, 既然是这样, 那就让你恨我恨得再厉害一些吧, 你可能还不知道一个消息, 日本皇室所藏的桑乱贴, 在巴黎展览时被盗了, 而盗窃的人, 是我, 他正在返回中国的途中, 墨小鱼说道, 什么? 山本五十七目瞪口呆地看着墨小鱼, 我是说, 桑乱贴被盗, 现在在回中国的路上了, 墨小鱼说道, 你怎么可以这样, 那是皇室珍藏的东西, 你们怎么可以把它们倒出来? 山本五十七说道, 但是那些东西属于中国, 你不觉得吗? 墨小鱼问道, 山本五十七看着墨小鱼, 不但是拿他没办法, 也知道自己讲道理, 也讲不过他, 自己平生最遗憾的事, 就是认识了这个人, 而且自己居然还上当了。